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小公关 今天6月23号了 多云的一天 今天天气应该不错哦 最高温度28度 最低温度17度 看我的这一盘里面 移到小白方和 小别墅里面的这些多肉 移过来应该也有 一个多月了 这两颗小伙伴们都知道吧 黑蛋 这是我们的一号黑蛋 这两颗 这是第二批成功的两颗 第三批就比较多了 今天要给他们 浇点水 他们那个土壤已经特别干了 然后现在是夏天嘛 我浇水一般都采用浸盆的方法 就是 就是在这里面装水 然后呢 让这个水从这个盆底往上慢慢的浸 这样浇水浇的会更彻底一些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 水你可以不用放太多 像你们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 你们就不用放太多的水 不用让整个盆里面的土壤全部浸死掉 你们的水可以放低一点 好你们在这里慢慢的享受一下日光雨 喝喝水 尤其是这两个黑蛋 小伙伴们这个黑蛋是不是又可以拔它的叶片了 你们看母叶都还在呢 这个的母叶都还在 这个是 1月8号吧的叶片 看到了吗 然后3月1号入住到这个小白方里面的 看我这一盆里面的沉蒙墨 长势都还不错吧 我准备给他们一盆了 这一盘血差苗是 去年的9月4号定制的 一直都没有时间给他们移到小白方 你看这一盆都挂掉了 这一盆也挺危险的 这一盆是 这一盆是一个多头的 今天我先配土 这两天陆陆续续的给他们移到小白方里面了 再来看看这一盆里面的叶叉苗 这些都长大了 而且我还要把 这里面有两颗逗留室 开心一笑的和小星星的逗留室 我也要给他们移到小白方里面 这一颗沉蒙鹿你们看长得真好 好大一颗呀 这一颗沉蒙鹿也长得特别大了 这一颗也是 还有这一颗冰玉长得也不错 这一颗 这一颗是彻影 你们看得清这个母页上面写的这字吗 可能你们看不清了 只有我自己看得清楚 好小伙伴们好久都没有看到我的配土视频了 今天又来给大家来一个完整版的配土 又重新买了一包品丝泥炭土 看看这一次的品质怎么样 下一次的杂质太多了 这一次好像还可以 有点丝 但还是有一点这种大的杂质 不过我觉得比上次好多了 还可以 这种成团的我们轻轻的这样一捏 它就散开了 这样的泥炭土就是比较疏松透气的 倒壳烫来一点 倒壳烫提多放一点 然后这一次我放的是彩虹石 1到3毫米的那个绿菲石叶来一点 适当的放一点珍珠盐 再来一点赤鱼土 再来一点赤鱼土 这次的营养特别丰富 至时用完了 就先这样吧 我觉得也可以了 好 我们来搅拌均匀 好 我们来搅拌均匀 戴上口罩 小伙伴们看 泥炭土我就已经配好了 这个大概就是 百分之六七十的颗粒 百分之三四十的泥炭 今天的这个水放的还挺不错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移的是哪一些 这棵陈木木要给它移出来了 这棵豆流氏也移出来了 这棵也移出来 这里还掉了一片叶子 看能否叶擦成功 这棵大的陈木木要给它移出来 看这土还可以 这棵豆流氏 是开心一笑的 给它放到一边 这棵是小猩猩的 等会把下面这个发黄的叶片给它扒掉 这棵侧影我给它移出来 然后要给它写上名字 到时候这个母叶的叶片一旦消耗完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品种了 要观察好久 好 其他的就暂时住在这里面咯 再给你们填一点土进来 到时候又可以补种一些别的 生根发芽的叶片进来了 好 就是这样处理的小伙伴们 平时姜苗的肉肉 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好 现在看看小猩猩的这一颗 我把这个叶片给它弄掉 你们看虽然说这个叶片化水了 但是你把化水的叶片扒下来 它的这个杆子还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最近那个雨水太多 湿度太大了 好啦 我们可以入住小白方了哟 都流逝 再把面铺上 就用麦粉石来铺面 插上我们小猩猩的牌子 现在你别看它长得不长样 到秋天的时候叶成一多 还是非常好看的 下一个是我们的开心一笑的 逗留室 看看开心一笑的这一棵 这一片叶子可以不要了 给它稍微扒掉下面的一点叶子吧 这样它长得会更好一些 现在你们入住到小白方以后 你们可得长得周正一些了 不能像在那个大通铺里面一样 野生也长 现在你们也有自己的闺房了 好好的在闺房里面长大 到时候你们的主人 一看 哎呀 这小可爱长得还挺好看的嘛 接回家去 天天看 这不就把你们接回去了吗 好这个是我们的开心一笑的 这一棵是侧影 等会我把牌子写上 就可以把那个 母叶给它扒了 这棵母叶给它扒掉 下面就靠你自己生长了 车银 这棵车银感觉好瘦弱 叶片好薄 长一长就好了 记住它此时此刻的样子吧 到今年秋天一定是大变样 小伙伴们看 牌子我就已经写上了 给它插上 这样呢品种就不容易弄错了 这个的话你用铅笔写上 都是插不掉的 小伙伴们看 我就已经全部移完了 拔出来的 这两棵是开心一笑和小猩猩的 都流失 亲爱的这两位小伙伴 你们看看 这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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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可以选啊 但是以前插的是这两棵 我对号入桌的 如果你们觉得这两棵 你们不太满意 想换成这一棵 或者这一棵 这一棵 都是可以的啊 你们随意 好 然后 这是我们的爱心水泡 这棵 沉梦弄大单头 哇好期待呀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劳动成果 谢谢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拜拜